只听天空一声巨响 岳父大人初代就这样出现在迪迦面前 宇宙魔人也当即震惊 随即初代便大手一挥摘下胸口的能量 通过能量补充为迪迦输送而去 迪迦瞬间红灯变绿灯再次站了起来 这是初代奥特曼最帅的一次救场 也是史无前例唯一一次与迪迦共同战斗的场面 并且一举击败了 号称宇宙第一怪兽的亚纳加基 这个粉底厚重的男人不是人 他是宇宙魔人扎里加 他来到地球的目的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怪兽 小朋友告诉扎里加 在远古公司里有许许多多的怪兽 听到这个消息后 扎里加迅速跑了过去 而这一切正被巡逻的大谷看在眼中 就在大谷感觉此人怪异之际 扎里加一回手便暴露出异星人的面目 于是大谷迅速跟了上去 他要搞明白这个异星人的真正目的 扎里加来到公司前台 一开口就要买真实的怪兽 他还想要见远古英尔导演 前台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怪异的人 只好请来了公司的经理 经理告诉扎里加 怪兽的事情他应该去找胜利队才对 而远古英尔导演在几十年前早已去世 如果要见他老人家 那么他要坐时光机去找他 扎里加居然和经理确认了时间1965年 然后一人离开远古公司傻呵呵地离去 在大谷的监视下 他来到公司门前的广场 随后便取出一台机器 这果然是一台时光穿梭机 随后一圈圈时空穿梭门便在他眼前出现 然后果真穿梭而去 大谷见状再次震惊 就在大家议论一心人为何要找远古英尔之时 野锐队员居然问大家 远古英尔是谁啊 他很出名吗 就在此时上司出现 并为野锐科普了一下远古英尔 他是特赦之神 哥斯拉莫拉斯就是出自他手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 远古英尔就是胜利队的老板 时间来到1965年 扎里加果然来到当时的远古公司 看门的大爷告诉扎里加 怪兽都是虚构的 远古公司根本没有活怪兽出售 但是扎里加相当执着 看门大爷没有办法 只好找到编剧金城折服帮忙 应付一下这个家伙 金城正在为编剧的事情焦头烂额 他根本不想搭理这个神经病 不料扎里加却借此时机偷偷溜进公司 大谷再次前来调查 就在他来到扎里加消失的地方 他一不小心也被时光机给吸入进去 还不等大谷弄明白发生什么 大谷也穿越到几十年前的远古公司门前 1965年有远古英二导演 正在拍摄奥特Q中的怪兽的电影 那时候初代奥特曼还没有上映 各方就位之后 而导演助手却发现场记长伯也不在现场 此时大谷却推门走了进来 两人长得一模一样 副导演对着大谷骂了一顿后就让他开工 于是大谷无奈地做起了场记的工作 但是很显然大谷对工作不熟练 就在远古一导演拍摄很满意之时 远古英二走了过来 他指出了表演中的一些问题 远古英二对表演要求很苛刻 于是大谷只能再次过来打板 就在这个时候 查理家偷偷猫了进来 他终于看到了远古英二导演 但是大谷在此时也发现了扎立家 扎立家此时迅速溜了出去 大谷迅速追了出去 而此时进来的正是迟到的长野博 导演 抱歉我来我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喂 长野 你这么快就换好一个 听说 来了一个奇怪的男的 对啊 那个男的有神经病真受不了 大谷追上扎立家之后 便询问他为何来此 扎立家自然不会回答大谷的问题 随后便踏上一把腾空的巨散 对着大谷便发出攻击 大谷举枪还击 这货突然消失不见 寻到室外的大谷 正好遇到出来的长野博 两人同时心想 这个人好眼说好像在哪里见过 京城编剧《乾驴记穷》 费尽心思终于创作出了脚本 但是远古一导演看后表示 这和以前的奥特Q没有什么区别 就在京城找到远古婴儿倾诉时 老爷子打开盒子拿出一颗红色的石头 就在老爷子告诉京城 这块石头是一位巨大的外星人送给他的 京城还不相信 殊不知这果然是真的 就在那天夜里远古老爷子在湖边散步 突然一颗巨大的蓝色光球便砸在湖中 木然回手下 一位外星人就出现在老爷子面前 此外星人正是初代奥特曼 而湖底的光球里封印的正是宇宙第一怪兽 为了能与人类成为朋友 奥特曼送给老爷子这块红色的石头 奥特曼便一飞冲天离开了地球 京城一听瞬间来了创作的思路 扎利加偷听到怪兽所沉的湖底 于是兴高采烈来到湖边 这只怪兽正是他要寻找的亚奈加基 只见他雨伞一挥便召唤出封印之球 随后就将亚奈加基给释放出来 扎利加也幻化出本来的面目 大鼓闻声而来 只见亚奈加基突然就跳进村子里 随即就展开了大肆的破坏 大鼓当即举起闪光棒便化身为迪迦 迪迦一招就将亚奈加基拍翻在地 随后对着他的大脚就是一顿输出 就在迪迦站上风之际 远古老爷子跑了过来 此时怪兽一招恶龙摆尾就击中迪迦 迪迦瞬间被击倒在地 远古的加油声喊得越大 亚奈加基打得就越兴奋 随后迪迦居然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起个大嘴巴子将迪迦抽得晕头转向 击脚踢中迪迦后便抓住迪迦脑袋 请客迪迦又被顶撞出去 面对亚奈加基的咆哮 迪迦此时已毫无翻盘的可能 他从背后钳制住迪迦 抱住他的脑袋后便开始吸收迪迦的能量 就在迪迦红灯平闪歇菜之时 远古老爷子的意念居然变成了一道光 奇迹出现了 一个大红弹一把将怪兽击倒在地 这还不算完 大红弹对怪兽展开二次攻击 红灯闪烁的迪迦奥特曼定睛一看 初代奥特曼赫然矗立在他的面前 迪迦查利加同时猛圈 初代先将迪迦的能量恢复 随后便示意迪迦同时解决亚纳加基 面对亚纳加基的骂骂咧咧 迪迦随即便召唤出灾佩利奥光线 初代紧跟四派休母光线 亚纳加基还没有骂完 就被炸成了一堆烂泥 亚纳加基大喊着奥特曼你给我等着 随后便消失不见 于是这个世纪名画就此诞生 看似是迪迦初代握手 实际是女婿和岳父握手 随后初代一飞冲天返回光之国去了 而此时赤瓜的远古老爷子突然来了灵感 那就是我们需要英雄 英雄是必须的 京城迅速地将脚本完结 于是奥特曼就这样正式开拍了